女孩被七寻老汉摁在床上 男人随即撕了女孩衣服 在家人的帮助下 成功将女孩玷污 女孩名叫白雪梅 家境停寒 为了尽快还清家里的债务 她刚大学毕业 就跟着草药公司去深山采集药材 听同行的女人说 近山一次运气好的话 就能赚个八九百 雪梅十分兴奋 他们坐着三轮车进入深山 一路上都在享受郊游的乐趣 村民们纷纷凑上来观望 雪梅拘谨地捧着水杯 一言不发 这时老板让她一人留下看住行李 她就和另一个女人去收药材 雪梅也没有多想 等她从陌生的床上醒来时 才发现不对劲 口袋里的身份证和钱包都不见了 她走到屋外询问 村民同行的人去哪了 可村民摇头表示不清楚 再一问有没有看见自己的私人物品 天地良心 我可没见地东西 雪梅开始慌了 准备靠自己去找人 却被这一家三口拦住了 女子 实话给你实 雪梅觉得不可理喻 但这家人一口咬定 她是他们花了七千块买来的媳妇 雪梅想离开 他们就使劲拦住 就算雪梅哭着闹着求他们 也还是被锁进了屋子里 就这样 雪梅成了老汉黄德贵的媳妇 外面泡声齐鸣 人声喧哗 德贵兴奋地给乡亲们敬酒 人人都夸她找了个大学生媳妇 起初她还十分关爱雪梅 总是给她送饭送水 也尊重她的意愿 没有碰她 可她却被兄弟嬉笑 说她没有男子气概 连女人都搞不定 听到这话 她闷下一杯酒 直接往雪梅房里冲去 雪梅性格刚强力气大 把她打了出去 一家人都把雪梅狠狠按住 坐着飞人行进 女孩嘴里塞着棉布 四肢被铁链捆住 几个小孩透过窗户 笑嘻嘻地观察她 屋外正摆着结婚的酒席 而女孩正是这场喜事的新娘 她是男人花七千块 从人贩子那买来的大学生媳妇 雪梅被折磨后 用不吃不喝进行反抗 然而却遭到德贵的暴力对待 她好不容易找到机会跑出去 却遭到村民们的围堵 找到村委会 跟主任说自己是被骗来了 却被主任敷衍对待 随口一句会去调查 就任由她被德贵拉走 雪梅也没有放弃 只要看到有些许权威的人出现 她就会发出求救信号 可得到的总是视而不见的结果 她终于明白了 这座大山是逃不出去的 于是她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 可又被德贵送到医院抢救过来 回到家后 黄家人为了开解她 找了两个妇女来当说客 原来这两人也是被拐来的 雪梅顿时感到同病相怜的亲戚 今天都已经那个样子了 门要想卡一点 到时候吃鬼是你自己的嘛 雪梅听到这番话若有所思 留得青山再就不愁没柴烧 只要黄家人放松对自己的监视 就能找机会逃出去 自此之后 雪梅开始接受这样的生活 老实吃饭 剪掉长饭 煮烧喂猪 俨然成了农村妇女 而这一切也只是假象 她和妇女们习一时得知 有一条小路可以走出村 也能避开村民 翻过山就能看到通往镇上的公路 于是她瞅准机会 用上厕所当借口 往那深山小路处跑去 黄家人后知后觉 赶紧坐上三轮车就往公路上追赶 而此时 筋疲力尽的雪梅走到公路上 遇到一辆面包车 可她身无分文 司机不愿意在她去镇上 就这样 雪梅还是被抓了回去 被德贵拳打脚踢至昏厥 可就算这样 雪梅也没有死心 她写了一封又一封的信件 让邮递员送出去 转眼入冬 信却始终没有回音 原来 信都被邮递员交给了德贵 这天 黄德贵的表弟黄德成来看望雪梅 她是村里的小学老师 一直梦想考上大学 所以就十分羡慕雪梅 她总是给雪梅送书解闷 一来二去间 德成的与众不同 让雪梅心生好感 德成还答应她 并会带她逃出大山 这恰好也击中雪梅的心 两人乱作一团 自此忧欢多次 最后还是被黄家人一把带住 德成背着被褥离开的家乡 而雪梅不仅被伤了心 还要继续在这里遭受折磨 优优独播剧场上